差不多三層樓那麼高 今天星期五,還未有人處理 什麼時候的三點多鐘? 八號風球那天,我在窗戶看到的 那時候情況是怎麼樣? 我一直吹著它,一直著尺著的彎下去 彎到那個籃球頂著它的位置 那時候已經是晚上七、八點了 它頂到有四、五個小時了 它樹底的根不夠深,沒辦法 它那個位置有個蘭鵝、有個磅 正所謂樹大招風 前幾天颱風太離雜港 就令皇后山村這棵三層樓高的南洋杉 遇上倒塌危機 這棵樹位於村裡一個休憩空間 跟民居只有幾部相隔 會否擔心在這裡附近會有枕? 都會的,這棵應該都挺維新的 應該要整好它,不是很好 這麼多天,打風那天 不走那邊,因為它圍著 希望不會再發生這個問題 我小朋友很少在那裡玩 不過我也會擔心在其他小朋友在那裡玩 它會淋下來,摘到小朋友 現在休憩空間外圍已經加了圍欄 也張貼了通告 顯示移除樹木工程由7月18日開始 但我們今天並不見有相關人士到場處理 而現場也未發現處理過的痕跡 下星期可能有打風 棵樹的存在等同計時炸彈 我們就事件向屋村辦事處查詢 他們回覆指工程吊車 接近不到棵樹的位置 房屋主會派人在星期日到現場清理 棵樹早日而去,居民就安心很多 樹?塌 大廈碎?塌 今早7時多,有圖人發現 灣仔蘭道街一間曬圖影印公司面前 有碎片鬆脫墮地 消防接報到場調查 認為假天花有墜落的危險 所以將整塊假天花拆了 幸好意外並沒有傷及圖人 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這麼幸運 前天,西灣河就發生了一宗塌碎的意外 還相及一個無辜的路人 事發在沙基灣道荔灣大廈 傍晚6時多 一塊大約10吋乘15吋的碎士 跌落延棚 擊中一名路過的27歲男子 他頭部流血,最後送院自理 我們今天來到事發的現場 看到出事的範圍有不少工人 只在搭行,相信是準備維修 攝氏大廈的結構安全固然值得關注 但旁邊大廈同樣有港斤外路 情況令人擔心 可能有點害怕 小心點 是,專門走進去也可能要 盡量不要走出去 走一些有比較近的地方 或者不走這邊,走後面那邊過 維修保養方面要加緊一點 我覺得需要 可能出入時會否小心點 會,也會走有善逢的地方 都是自動自覺 每10年都維修一次 荔灣大廈已經有58年歷史 原來兩年前已經收到強制驗樓通知 半年前才完成驗樓程序 但就是因為疫情影響 業主立案法團開會的進度 遲遲未正式開始維修 看到碎石屎的部分 應該是外路的露台底 它相當高,比普通的露台 它高了一層 那些石屎因為外面風出雨打 雖然它不是直接被人外場地受雨 但是潮濕,再者可能上面的流雨 其實有些滲水都未定 導致下面的石屎有機會已經剝落 有些很明顯突出,快要剝落未跌 所以這個情況應該就是失修的問題 其實如果我們說這些塌石屍意外 我們不應該只是說 是否強制驗樓才處理 其實我們就算做完一次大維修 這些舊石屎隨時都會有機會 在旁邊那些有機會都老快 所以其實這些危急或明顯鬆脫的構件 其實日常是要看的 問題現在就是業主很多時候 因為組織不到或其他原因 就沒有積極去處理 所以導致出現意外 近日塌石屎的事件 接二連三發生 發展局及屋宇處都表示高度關注 屋宇處表示 目前未獲進辦強制驗樓的樓宇 當中通知到期 而仍未進辦的就有2700棟 那麼我們有甚麼方法 知道這些大廈結構上是否安全 大家要先看看有沒有這些鬆血的部分 尤其是有些支架 或者我們的招牌位 甚至有些舊了屋室的外牆掛件 其實都要早點剝除它 這樣就保證大家安全 謝謝 謝謝